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11月1日晚 乒乓球WTT马斯卡特常规赛 林诗栋在四分之一决赛再度披挂上阵 迎战队友陈远宇 能够赢下这一场得比战 也就成为了球迷最为关心的话题 比赛开打之后 陈远宇进入状态更快 也取得了不错的开局 但是在林诗栋发力后 瞬间夺回了主动权 干净利落以大比分3比0获胜 率先闯入到了本战比赛的南单四强 虽然林诗栋和陈远宇 在世界大赛的三次直接对话中 小石头以一胜二负处于劣势 但如今的林诗栋进步太大 这也是赛前球迷更看好他晋级前景的原因 不过首局比赛开打之后 心态处于优势的陈远宇 打得更加积极主动 利用简单粗暴的揭发球抢攻 压制住了小石头 上来就轰出了一波4比0 但是随着林诗栋渐入佳境 通过前三板加强旋转 成功把比赛拖入相持阶段 在利用正守卫 牵制住陈远宇后的大角度批杀 林诗栋回敬了一波流 在中局将比分反超为了7比6 随后二人进入拉锯战 一直打到了8平 决胜时刻 陈远宇的处理球不够严谨 给了小石头直接反手爆冲的机会 在连得三分之后 林诗栋也以11比8获胜 取得了开门红 顺利拿下首局的林诗栋 在第二局打得更加从容 一上来就明显比陈远宇的节奏要快 这也让他在揭发截后 能够率先去发动进攻 凭借超高的单板质量 和连续性极强的突击 小石头很快就在开局 建立起了5比2的领先 并且一鼓作气以11比4再下一程 已经在气势上压制住陈远宇 在自己的赛点局表现依旧强势 开局就利用质量更高的前三板 逐渐取得了3比2的领先 感到压力的陈远宇 也果断叫了一个暂停 想要止住小石头连续得分的势头 不过在重新回到赛场之后 林诗栋仍然掌控着主动拳 最终扛住了陈远宇的疯狂反扑 以11比5锁定了胜局 巴黎奥运会之后 林诗栋一度连夺三战世界大赛的冠军 不过在随后阿斯塔纳亚锦赛 和法国冠军赛上 小石头分别指取得了亚军和四强的成绩 期待本战赛事 林诗栋能够再次站上冠军领奖台 WTT常规挑战赛马斯卡特战 渐入尾声 蓝丹比赛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 第一场由国军队员相鹏 对阵日军队员宇田幸时 相鹏年少成名 曾获得试青赛的蓝丹冠军 他曾是国军重点培养的对象 只是后来林诗栋崛起 风头压过了相鹏 而且林诗栋比相鹏更年轻 他就成了国军重点培养的对象 巴黎奥运会后 相鹏再次受到重用 参加了不少比赛 战绩也还可以 相鹏要想崛起 以后参加的比赛都很重要 他只有获得佳绩 提高世界排名 才能有机会参加重要的比赛 相鹏21岁 现在的世界排名为23位 日本南兵有四位球员参加蓝丹比赛 只有宇田幸时一人过了首轮 也只有他一人晋级蓝丹八强 宇田幸时在第二轮赢了全锦赛南丹冠军黄有正 状态非常好 23岁的宇田幸时 世界排名第36位 相鹏2比3 汉富宇田幸时 吴源南丹四强 宇田幸时连赢两位国平队员 爆冷晋级四强 第一局 宇田幸时取得4比2的开局 相鹏连得了5分 反超了比分 双方陷入胶着 相鹏以11比9赢了第一局 第二局 宇田幸时取得3比0的开局 然后以6比1拉开了分差 宇田幸时保住5分的优势 以11比6扳回一局 第三局 宇田幸时取得4比0的开局 然后以8比3拉开了分差 相鹏顽强追分 不过宇田幸时以11比8再赢一局 第四局 相鹏取得6比2的领先 宇田幸时连得了3分 缩小了分差 相鹏叫了暂停 再次比赛 相鹏马上得分 拉开了分差 以11比7赢了这一局 可惜相鹏未能扛住压力 宇田幸时以11比8赢了第五局 最终宇田幸时以3比2战胜相鹏 晋级男单四强 可惜了 相鹏无缘与林氏栋会师男单半决赛 同时进行的一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 国平队员林氏栋对阵队友陈元宇 两位都是年轻球员 林氏栋才19岁 他在近两个月取得了亮眼的战绩 世界排名上升到了第二位 他是这次赛事男单一号种子 自然是夺冠大热门 陈元宇更年轻 才18岁 他所获得的机会没有林氏栋那么好 世界排名才排第82位 他在第二轮以3比0横扫了周启豪 展现出很高的竞技状态 林氏栋以3比0横扫了陈元宇 轻松晋级男单四强 第一局 陈元宇取得4比0的开局 然后以6比2领先林氏栋 林氏栋连得了5分 反超了比分 陈元宇则连得了2分 以8比7再次领先林氏栋 林氏栋则连得了4分 以11比8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 林氏栋取得3比1的开局 然后以5比3领先陈元宇 林氏栋则连得了5分 获得了局点 双方各得1分 林氏栋以11比4赢了第二局 第三局 陈元宇取得2比1的开局 林氏栋连得了2分 反超比分 陈元宇直线得分 比分来到了3平 林氏栋则连得了3分 取得较大的领先 陈元宇连得2分 缩小分差 林氏栋展开薄杀 连得了5分 以11比5赢了第三局 最终 林氏栋以3比0战胜陈元宇 近期南丹四强 林氏栋与宇田幸使 进行南丹半决赛 国平近期为何溃败 李准分析三大原因 跟马林无关 承诺权力争贯 国平在近期举办的亚锦赛 和WTT蒙比DI冠军赛上 均遭遇溃败 尤其是女队主教练马林 受到了各方质疑 不少球迷更是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要求马林下课 面对外界的质疑 总教练李准在接受采访时 做出了回应 并谈到了近期遭遇溃败的原因 不过并没有提到马林 对于国平近期为何会连续溃败 李准主要谈到了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主力队员近期训练不够系统 身体和心理还没有完全恢复 竞技状态也没有达到最佳 第二个原因是 年轻队员还需要历练 李准表示 近期有几位主力队员没有参赛 所以让更多的年轻队员 承担比赛任务 不过面对外协选手的冲击 年轻队员还是需要时间成长 而这也符合竞技体育的发展规律 第三个原因则是 外协的进步非常大 李准坦言 近期外协选手展现出了很强的冲击力 不过也让国拼发现了一些问题 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在新的奥运会周期开始之际 新的竞争还未形成 各队都有争贯的机会 确实正如李准说的那样 在新的奥运周期内 各个协会都有机会冲到前列 而在这种情况下 国拼作为守类方 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最后李准还作出承诺 今年剩下的几战比赛 将会全力争贯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支持国拼 虽然外界很多人都认为 马林应该为国拼女队 近期的溃败负责 但从李准的这番表态来看 她显然不认同这点 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也不认同这点 她显然不认同这点 对此我已经知道了 这点是不认同这点 她显然不认同这点 她显然不认同这点 对此她显然不认同这点 不认同这点